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的视频,我是黑鱼 咱们今天来录一个类似于科普类的视频 咱们今天来科普一下我们的国粹海南剑脚乌宫 这个海南剑脚乌宫是盛产于我国南部海南岛以及广西部分地区的一种中型乌宫 这个乌宫非常漂亮,被称之为中国乌宫的国粹 全是非常漂亮,各位可以看到视频里面这条 我这一条是跟公子批派过来的 让我哭哭等了好久的这个乌宫 不过确实这个等待是值得的 非常漂亮,非常霸气的一个磁性的个体 它这个背甲,无论从背甲还是体型来说都已经超越了我的那条乐剧 这个背甲的宽度还有这个体长都是比乐剧要长一点 都要大一些的 据说这还是个乐模 咱们继续科普一下 这个海南剑脚乌宫在国外被称为中国南方巨人乌宫 说明它这个个体还是可以长得很大的 虽然说在咱们国内这个个体已经是在这个18到16之间这个个体 但是这个在国外好像是有国外市场好像是有20厘米以上的大个体 这个海南剑脚乌宫呢 这个被这个非常好养 它是这个乌宫界新手三巨头之一 而且它呢相对内长内长种来说 这个海南剑脚呢是非常温顺的一个品种 它没有乐剧和红龙那么暴躁 并且它这个毒性还不是很高的 虽然它很漂亮但是这个毒性并不高 但是被咬一口还是很疼的啊 这个千万不要去尝试啊 不要亲自去试它这个毒性大不大 海南剑脚乌宫 它这个海南剑脚乌宫啊 它不是特别的 嗯 怎么说呢 不是特别积极 尤其是说古诗这方面 没有像乐剧那么积极 它似乎是喜欢这种 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 偷偷闷闷的去 它比较内向一些 可以理解为比较内向一些 我这个是给它喂了一条烧鸡 这个就是之前那个给 我之前是想喂给蛤蟆吃的那个烧鸡 它没喂蛤蟆吃了 我就把它喂给它了 然后它就给吃了 看 烧鸡啊 哎呦啊 这个吃的 古诗不积极 吃到的非常积极啊 这个家伙 非常有意思啊 好 我们继续说 这个海南健脑乌蜂 它这个产自海南 对吧 它这个 呃 其实说它对这个温室度来说 要求啊 还是比较低的 在北方 北方地区呢 像我这儿 这个华北地区 包括这个类似的地区 一个一个精美度的地区 你只要有暖气 就没有问题 冬天有暖气 夏天的话 这温度也不低 在那儿是吧 呃 也差不多 除了春秋换季的时候 乘一乘之外 别的基本上没问题 这一年过去啊 一点问题也没有 南方的朋友呢 呃 比较靠南 但又 比较靠南 没有暖气 但是吧 又不那么靠南的朋友 呃 那个电暖气 加了电也是能撑过去的 非常好痒 非常耐测 温度的话要求在20到28度之间 呃 差不多 这个温度 最低的话都是10度 10度 10度以上 都死不了 啊 10度以下的话 这个就有点危险了 然后呢 他这个湿度要求在70 他说是70 其实就干涂水盆就可以啊 足以 呃 剩下的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非常好痒 非常好痒的一个品种 这个这个武功 他的这个 雌雄非常容易辨别 雌雄的话就像这条一样 这个腿上有斑纹 或者说是有纹身啊 也可以说有纹身 但是理解为有纹身也可以啊 就让我斑纹 然后雄心的话就没有 而且这个雄心的个体呢 要稍微 苗条一点 要纤细 并且 比雌性要短一点 啊 其实雄心就跟少鸡差不多 就跟少鸡差不多 嗯 也没什么可说的 这个大家都应该非常熟悉这个品种了吧 这个 海南健脚 非常 非常火热 非常热门的一个品种 这个如果你是新手的话 我推荐你入一下这个羊 这个确实很漂亮 我怎么看他这个吃东西吧 这个家伙他 哎呀 你这个家伙就不能 就不能把这个 哎呦喝 你就不能把这个烧鸡 把它露出来一点 压在身子底下这样吗 啊 各位可以这样进去观察一下 这家伙 他抱着就不撒口啊 这家伙 这个 迷之聚焦啊 这个 哦 好了 哦 各位可以看得稍微清楚有没有一点的 哎 可以看到了吧 这个少鸡已经被他 死死的抱在了怀里 正在疯狂的啃噬 这个少鸡的头部呢 被我剪下来了 呃 不过你不要理解错 他是被 他是被这个 被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肩脚 控住之后 被我剪掉了 然后这个头部 现在在这个 版纳红龙的 口中啊 这这个这个 分享啊 好东西要一起分享 对吧 在版纳红龙的口中 然后这个身体就留给他了 毕竟说就说他还是个岳母 对他这个 优待一下是吧 看车里非常享受啊 哇 这一截一截的腿 缓缓抱住了 死死的扣住了 这个少鸡的 剩下的那一截身体 这个家伙他刚到的时候挺凶的 其实 给他看一会儿近距离啊 这个家伙他刚到的时候 张事物已经返校了 然后是家里人帮我开的箱 据说啊 这个家伙一开始非常不老实啊 就这个盒子抱走 来回窜 给他给他一个躲避 他瞬间就老实了啊 就安家了 看能不能把这个 哎呀呀呀呀 我都在笑腿了啊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 他比这个少鸡大多少 非常漂亮的一个国产品种啊 属实的名副其实的国翠 非常漂亮 好了 那这个本期的这个 科普视频呢 就给各位录到这了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个关注 投个硬币点个收藏 点个推荐 然后这个时时刻 关注着我的动态啊 好了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